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愿意多花一点心思 寻找安全无毒的食材 支持用这样的理念生产的农户 因此现在正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 就是民众在自己买菜的同时 也顺便帮朋友或邻居买菜 也顺口地帮友善环境耕种的农民们来宣传理念 甚至也顺道地帮农民送菜 让集结小众借着顺便的力量 不只能够拉近了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更可以让买菜这个小事 让社区人际网络重新连接起来 也可以根除了盘山垄断的困境 省去了庞大的仓储理货成本 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透过互助进而互回 比如说传统市场也好 或是大卖场 或是超市场就近的都会有趣 但是就是永远都是带一个温暖炮回家 虽然那个食物也带回家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不太喜欢煮饭 因为我不晓得我喂我小孩吃的是毒物还是食物 就是这样的原因让张素梅开始找方法 加入文山友集团后 才知道原来每天在采买的人 也可以利用消费的方式 为自己和家人挑选到安心食材 通常我们会看到这样子有别于我们在市场上买的一些蔬菜 是都没有问题 感觉上都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很介意 因为这个就是本来食物长大 就会有一些它 如果它不肯长荣药的话 会有一点小缺陷 那我们就把它挑掉就好了 桌上的这些食材都不是透过有机店 而是直接跟种植的小农购买 扣的是直接相处的信任 哈喽 您好 您好 各位等一下 好 好 好 每个星期周日的晚上 张素梅都会到固定的据点领菜 我今天晚上去拿菜 除了拿我家的菜以外 我还要拿两位邻居的菜 所以我们这条街就有三位邻居一起去 一起去订个菜 小小的车库热闹无比 除了新鲜的菜香 还有浓厚的人情味 好 我可以帮你弄了 我弄了吗 对 你的比较多 两份半 来 OK 你要先拿一个 好 一份一份来吧 OK 脚白水是哪里的 四根 对 脚白水是福利的吗 对 福利的 福利的脚白水 对 福利的 对 福利的 对 有机的 农户 其实也会来参加我们的团体 有时候他们 因为我们固定是礼拜天拿菜 那他就会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那也让我们这些没有机会看到 为我们服务的这些小农们的真面目这样 那大家吃起来会比较有感情 觉得这个就是那个长相的那个人做的 因为我们现在不能有 菜上面不可能有logo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样吃起来就好像自己种的一样 很有那种 我们也有Facebook 所以那个小农的一些讯息我们也会知道 至少我们面对面的是小农 然后他也看到我们是吃他食物的 就好像我们家里一块铁要种菜给我们的小农吃一样 所以相对的比较安心 就是这个是信任的问题 对对对 现在像素梅这样集结小众力量 支持友善土地的人越来越多 就像直接跟农夫买的折家和买买室 就当其他人的眼睛直接来到云林 拜访栽种地瓜的郭明园 台农57号的地瓜 甜度高 口感也绵密 但他们最想了解的是地瓜的栽种过程 这样有些太大了 郭明园主要种是用游戏的方式 对 我们是做有机验证 有机验证 所以完全不用 不用荣药 不用化 两根纸脑也不一样 那像现在它的核蔓都已经发生了形状 不盖住了 所以它的草就会长得很快 有机栽种的辛苦处 只有拿起锄头的农夫最清楚 在挖地瓜的时候才会好玩 因为挖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挖有没有地瓜 也是很多花没有 会啊 会有被老鼠咬的 如果一般观型的操作的话 他们大概一根的这样的地瓜苗 至少大概有两斤的地瓜 那如果像你这样做有机的 我们是期待说 大概有三千斤至四千斤 那个已经算是最好 如果一株里面 有一斤的地瓜可以卖的话 那算是很好的 所以你的产量只有一般的二分之一 你少了烹农药那些一半的产量 可是你田间的工作又比人家多两三倍以上 所以你的成本比人家贵了七八倍 那消费者进到超级市场的时候 他们其实不是在买东西 他们好像有点在选美比赛这样 所以他们在挑一个很漂亮的水果 可是他不知道这个漂亮的水果 背后的代价其实是自己身体健康的 那当我们在看很多友善土地的农夫的时候 他们其实很大一个困境是他们种不出漂亮的水果 因为水果本来就是长这样 那它的大小规格都不一样 可是你在超市上面看到的 你永远都是看到番茄它都是一样大的 香蕉它都是这么长 这么粗的 然后黄黄的 其实真正好的东西是那些长得比较丑陋的 亲自下乡踏上土地 与农友接触 然后用购买支持 行动是最大的温馨力量 跟他们接触之后 我觉得说他们的理念跟我们很相像 所以说就是说 至少说有一样理念的朋友 在做一样的事情 一样对我们来说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也有办 不是很孤单的 一样是付出金钱购买生活所需 但不同的选择方式 却可以让土地更生机盎然 也让你我的生活多一分的保障 很多农夫他们做游基或什么 母独在农房 他们有自己的理念在 可是你还是需要给他们一个很稳定的收入 那才可以支持他们这样一直做下去 直接向农民消费 可以让辛苦的农夫 拥有比较高的利润 直接跟农夫买 脸书社团 也是让消费者直接跟农民接触 而这样的模式和以前我们到商家 或者说团购网来消费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现在就要请教 直接跟农夫买的这个点子的发想者 金心仪小姐 不过大家呢 比较熟悉的是称呼你买买式 跟过去的消费行为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 以前农夫他是没有脸的 没有名字的 那我觉得直接跟农夫买呢 我们促进了农夫跟消费者的直接接触 那我觉得消费者透过在跟农夫 直接接触的过程 你会发现原来这东西是人种出来的 那农夫会告诉你 我们这群农夫他们很珍贵 是他会跟你分享说 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那以前你在菜市场 或是在超商 你听不到这些过程 那我觉得消费者 他们知道过程之后 大家会更去理解农夫 然后也理解他们 为什么要用友善生产的方式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真正的可以支持到一些很有理念的小农 很多农夫的理念他们非常珍贵 可是他们没有机会被看到 因为他们没有钱做广告 他们也不是做汽车的 还是做银行的 他们没有那么大的预算去做广告 所以他们 我觉得他们很珍贵 可是他们却默默地埋在 台湾的各个角落 好像你就曾经遇到过 在新竹山上的一位农夫 可能差点就坚持不下去了 对 这个农夫的故事很有趣 他是一个本来是在高雄念大学的学生 然后有一次他回到 新竹琼林的山上的阿公家 然后他发现阿公的抽屉里面 有一个海鲤干的耕种笔记 然后在他阿公没有在种田之后 那个田就给别人了 然后他就觉得 为什么那个海鲤干种出来的味道 就跟以前不一样 那他发现了那个耕种笔记之后 他很怀念以前阿公的味道 所以他就开始承袭阿公的笔记 去做这个做田 那因为刚开始他的东西卖不出去 他不知道怎么卖 就是他种的东西 因为是比较没有用药物的 所以他的外观就长得比较丑 那就进不了一般的通路 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卖 那这几年来呢 我们把他的故事推进了消费者 所以他就得到了合理的收入 那合理的收入就可以支持他 继续的朝这个方向前进 这股力量呢 一部分也是来自于他知道 在市区的某个角落 有一群人等着他的农作 要来支持他 对 那么在消费端呢 你观察这些年下来 他们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他们直接跟农夫接触之后 就是刚刚最早提的 他们就是消费者比较有同理心 那我们的消费者很可爱 就是每年每次只要台风的时候 然后农友就跟我讲说 消费者写了好多信来给我 就是他们会来关心我的柠檬田 是不是淹掉了 所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已经变成了是朋友的关系了 会互相的支持打气关怀 对 而且您也透过了这个消费平台 带着这个消费者下乡 亲自的和农民接触 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有助于 来改善大家对于 不管是农业 对于土地的关系呢 当然 因为我们办一些活动 就是带消费者 跟农夫学习怎么种 比如说最五月的是梅雨的季节 然后下这么大雨 你家种了一盆罗勒 一盆九层汤都要死不活了 你就可以想象说农夫 他种了这么一大堆 他要怎么样活下去 我觉得食安问题 其实消费者有责任 就是你要去理解你的食物 是怎么来的 那你加上你亲自去 去料理你的食物 你就会更清楚 那过程原来 它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你也就会知道说 因为那个味道这么的不一样 那是不是 你吃到有些东西 发现这个味道 好像是自己弄不出来 你就会开始思考说 它是不是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觉得都是一个知识上面 大家都要一起成长 不过我们亲自的到乡下去 看到了农户 他们怎么耕作的 你甚至于体会到了 踩在土地上那种感觉 你会对土地有情感 然后也知道 那个作物是怎么样 被辛苦栽种出来 你对那个作物也会有情感 会珍惜 像我这里有感受 觉得我们买了 从超市买了食物回家 我们觉得是用金钱换来的 那如果不够新鲜 就把它丢掉 你比较没有心疼的感觉 我觉得就欠缺了 跟土地接触的这个关系 有时候遇到了天气变化 原本订购的蔬果 也有可能无法采收 所以消费者 可能就吃不到了 新鲜的蔬果 不过也因此更能够 用同理心来体会了农夫 他们看天吃饭的辛苦了 对 我在2011年的年底的时候 就是朱雪恒先生 跟我一起合办了一场 直接跟农夫买的婚礼 那我觉得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或是对所有参加婚礼来说 婚礼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教育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觉得 我们提前跟农夫讲了 我们提前三四个月 然后我们也付给农夫合理的钱 他就应该可以种出很好的东西 准时的给我们 因为大家都会这样想 可是 但是天气是不能控制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大概过了两个月 我去看我们契作的那个田 那我们本来是订了青江菜 可是青江菜全部都超小的 就是他就 因为那时候一直下雨 所以他们都超小的 即便他们是在文室里面 因为没有足够的阳光 之后我们对食物 就会更有同理心更珍惜 对 我想我们就不会随便的浪费食物 抱田天物了 所以不管是小众的团购 或者说社群网站的平台 都是让友善环境的小农 可以跟消费者建立起一座桥梁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 在彰化西州乡的幼儿园 小朋友很幸福 因为乡公所为了 让孩子们可以吃得健康 所以提出了在地食材计划 由在地的农友主动地提供 安全新鲜的食材 孩子们也能够借由了营养午餐 来了解当地的食材 同时也认识在地的环境 我来跟您找个菜 农业菜 将一袋袋的蔬菜收进货车 并仔细登记 每天中鼓 黃生富開著貨車 在彰化的西州鄉四處收菜 就是這樣 不一樣 還是不一樣 堅持不漲價 阿嬤要把辛苦用汗水灌外的新鮮蔬菜 讓有如自己青孫的幼兒園孩子吃下肚 讓他們頭好撞撞 健康成長 他們說要提供給小朋友 你就同意了 為什麼 要做一些小朋友吃 這都沒有帶農藥 從2011年開始 為了讓農村的孩子吃到在地 當令的蔬菜與稻米 西州鄉公所開始實施 幼兒園在地食材計劃 蔬菜類大概90%以上 是可以在西州拿取得的 我們找的農民大概有兩類 一類的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多樣化種植 我們可能會找一些 阿嬤 阿伯 他們就是這樣自己種 然後自己吃多的拿出來賣的這種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 可能就是比較年輕一輩的農民 他們會比較去想一些新方式 做一些新廠式 可能都產銷履歷等等的那種農民這樣 依照菜單收組的菜 下一步就是分菜 他的菜單開多少重量 就是要多少重量 然後不能少 可以多不能少 對對對 這樣孩子才吃得過 因為他這個都是有經過營養師開過的 對 多少卡拉利 怎樣他都有算過 收菜是鐵站 但如何把菜 煮得色香味俱全 吸引孩子 就要加上有功力 和經驗累積的廚房媽媽 來變魔術 他們喜歡吃咖哩 他們會一大早就來問說 今天有什麼菜啊 早上要吃什麼啊 中午要吃什麼 如何把餐桌上的食物 和長在田裡的食材連結在一起 很簡單 實際去體驗一趟就知道了 來 阿嬤好 阿嬤好 吃什麼 茄子 茄子 阿嬤剩我們這麼多耶 來 小茄子 來 好毛喔 好毛喔 我們一起來一起摸摸看 你摸看什麼 你摸摸看什麼 來 佼儀妳到這邊 你摸摸看什麼 往下掉了 來 那我們跟著阿嬤走 阿嬤我們要走哪邊下去 我們跟著阿嬤走喔 小心囉 這個是正什麼 來 懂啊 是青椒 有看到小小青椒有沒有 那邊有一個小小青椒 還有茄子 好長的茄子 好長的茄子 什麼顏色 紫色 紫色耶 你有沒有吃過茄子 有 好漂亮 老師我愛吃茄子 你愛吃茄子 對啊 吃茄子很有意義 你也愛吃茄子 吃茄子會長大 我也愛吃茄子 很漂亮 小青椒不見了 小青椒不見了 找找看 來 我們來找找看青椒在哪裡 青椒在這裡 用你的眼睛找喔 那裡 那裡有一顆 好 在哪裡 你去找 來 給你找 青椒 我們去看 這個青椒 小青椒也可以吃嗎 好快 問阿嬤 那你要問阿嬤 我們慢慢走 一個一個跟著走喔 哇 來 抬頭看看上面 這是什麼 哇 還有這是什麼 你看阿嬤還有做這個 豆子 豆子 我們的豬豬阿姨 有沒有煮過這個 有 你看 哇 你看是什麼 吃蟲蟲愛吃耶 蟲蟲愛吃 因為沒有噴農藥 所以蟲蟲愛吃 沒有噴農藥吃了會很健康 所以蟲蟲也喜歡吃 知道阿嬤努力的耕作 種出健康的蔬菜 所以孩子們更珍惜食物 大家同心協力 克服食材有限的限制 送上美味的營養餐點 都是希望孩子用味蕾 來記住家鄉這片土地的味道 看到影片中的孩子 都吃得津津有味 要做得好吃 還要營養均衡 應該要很花心思 我們也很高興邀請到了 西州鄉立幼兒園的護理師 麗娟來跟我們聊一聊 這中間的甘苦談 我們大概是每兩個月 會開一次的除麻會議 那主要的目的都是針對 菜單做一個調整 那怎麼樣把菜分配好 然後怎麼樣煮 才能夠讓孩子吃得更安心 吃得更健康 不過有時候當季的食材 可能一連的好幾天 都是同樣的菜 那這個時候可能除麻就要花點巧思了 對 其實像同樣的一份菜單 那同樣的一份食材 經過除麻的不同巧手 她就會做出不同的料理 那有時候我們也會出現 菜單上面沒有的菜 比如說現在是盛產大頭菜 截頭菜 那隔壁的張媽媽或者是李阿姨 她們是自己栽種的 她們就會送了幾顆到幼兒園來 那我們的除麻就會把它做成涼拌菜 或者說像有一陣子是很地瓜葉盛產 那除麻就會變化不同的地瓜葉料理 有時候是做涼拌 也曾經做過地瓜葉的披薩 這不簡單 因為兩百多位小朋友 對 那這個量要很大 而且種類又要豐富 到哪去找在地的農友提供這麼多的食材 大部分的農民他們是習慣以大宗生產蔬菜的方式來栽種 然後做單一面積 單一種類蔬菜的一個種植的方式 然後之後再集中處理 把它送到果菜市場去販售 這樣是最省事的 所以我們當初在找配合小農的時候 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難 所以原則上大概要有20到30位的農友來輪流配合 這些農人一定會想到是要給自己的孩子吃的 我想他們會耕種得更用心 而且更嚴格的把關 不過好像也聽說了 就是因為沒有撒農藥 也沒有失化學肥料 曾經你們收到的玉米都已經被吃光光是空的 因為他們堅持不撒農藥 然後不做化學肥料 也不失除草劑 所以送來的玉米曾經是剝開之後 有三分之一是沒有玉米粒的 像之前的毒澱粉事件 其實引起了蠻大的社會上的恐慌跟風波 但是我們的孩子就吃得很安心 因為我們自己的麵食 就是供應給幼兒園的麵食 是由鄉內一位做日曬麵的師傅 他所提供的 那他因為也蠻能夠認同我們這樣子的做法跟理念 那他知道說是自己鄉內孩子吃的 他就堅持不加防腐劑 學校還特別安排了 也有就是校外教學 帶到了農地裡面去看看 他們所吃的東西 是在怎麼樣的一個環境下長出來的 所以對於他們的家鄉的土地 應該特別感覺到親切 對 像我們曾經有一位家長很熱心 他本身就是經營豆芽菜工廠 那他就提供他的那個豆芽菜的工廠 讓我們的孩子去做校外教學的一個參觀 那從孩子的體驗當中 他就知道這麼一顆小小的綠豆 它是經過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那照顧的人就要像照顧小baby一樣 要非常的用心細心 才能夠讓這個綠豆慢慢的孵出 變成一個豆芽菜 那孩子也能夠體驗說 那豆芽菜它是要清洗的 所以也讓他們親身去體驗說 洗豆芽菜的過程 而且豆芽菜做完之後 體驗到那個豆芽菜的工廠之後 他們還做了那個豆芽菜 炸豆芽菜的料理 現場就讓孩子品嘗 所以消費不只是消費 因為當我們在選購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消費的行為 來支持背後的生產者或製造商 當我們越了解我們買到的農產品 是農人如何的堅持 以不傷害環境的方式 辛苦栽種出來的 我們就越懂得要珍惜食物 心懷感恩 所以透過了消費 我們也能夠成為 友善環境的推手之一 《覺醒年代》需要您我一起來 我們下周見 下一集